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期新闻当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号致电伯里奇祝贺他当选智利总统 习近平指出智利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 中治关系长期走在了中国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前列 两国高层交往频繁 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治关系的发展 愿意同伯里奇一道努力不断提升中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深化务实合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而智利新当选总统伯里奇21号在首都圣地亚哥出席制宪大会 智利新当选总统伯里奇在步入会场之前 在场人士以拍掌以及欢呼声迎接和支持 伯里奇表示从现在起制宪大会将讨论哪些是宪法的规范 他相信大会会以最明智的方式行事 以最好的方式为所有智利人着想维护国家的稳定 伯里奇又表示不会试图指示大会必须做什么 而是尊重和执行大会决定的事情 现年35岁的伯里奇将会在明年3月履新 而届时将会是智利最年轻的总统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我们的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做评论分析 宋先生您好 关键中午好 中午好 对于中治关系的发展和前景宋先生您有怎样的观察 中治关系的友好发展 尤其是加强合作有助于两国之间互利双赢 中国和智利的关系其实是远远流长 包括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话 智利是南美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 智利又是第一个和中国签署了相关的协议 也就是支持中国加入WTO 同时智利也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 在一带一路的各个项目上也在有丰富的合作 另外就是中国和智利也都是APAC成员国 在APAC圈子里面 大家也都是在倡导的是多边主义 包括以联合国为宪章 鼓励的是以正义为基础的多边体制 这个是中治之间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比较好的共识 那么中国和智利呢 其实在很多方面的话是有合作 包括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的话 是有比较广泛的共识 那么智利本身的国家也比较特殊 智利其实有点是个发达国家的这种概念 包括它的整个经济程度也是比较高 你像智利国内呢 基本上是农业了 包括矿产了 旅游业了 比较发达 你看我们所熟知的复活节岛 其实就是在智利 所以的话 智利可以说是作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国家 也吸引了很多的中国游客 另外我们知道 有一些人喜欢到南极去旅游的话 其实智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中转站 所以智利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智利这个国家呢 是非常的狭长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狭长的一个国家 那么在很多领域的话 对中国来讲的话 尤其对中国游客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机会 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方面面的话 中置之间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我们也期待两国关系能够发展的更好 好 谢谢宋忠平先生的评论和分析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22号上午在北京 听取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数值报告 对于香港特区政府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李克强希望特区政府继续防控好疫情 促进经济恢复 周立于改善民生 让香港广大市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今天你来 你带你 稳健施政 有效的 反正预期 促进 经济恢复 中央政府 对米克特区政府 公共区 李克强表示 中央政府将会继续全面准确的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完善特区 同宪法和基本法相关的制度以及机制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香港的进一步发展 支持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的地位 也希望香港可以直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为香港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助力国家改革开放和构建发展新格局 李克强希望特区政府继续防控好疫情 促进经济恢复 着力于改善民生 而林郑月娥则表示 非常高兴这次可以亲身赴京述职 并且感谢中央对特区政府工作的肯定 相关消息马上来连线 目前正在北京的记者倪小文 小文中午好 外局中午好 小文有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 述职活动 目前您了解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好的万俊 在今天上午的时点 我们看到林郑月娥是首先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进行了述职 地点呢是在北京的中南海紫光阁 那么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安排是和网民是比较类似的 那李克强首先是落座在长桌的一端 那么其他的官员是分别坐在他的两侧 那么从现场也看到啊 在出席的官员还包括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国务委员间外长王毅 国务员间公安部长赵克志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那么在林郑月娥一侧落座的官员还包括了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 香港朱联办主任骆惠宁以及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 那么在整个数值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林郑月娥是非常详细的汇报了过去一年 香港在社会经济政治等等方面的发展的情况 而对于这些工作 我们看到李克强也是给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充分肯定 另一个就是权力支持将会下一步继续权力支持 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继续依法施政 那另外呢在于对港政策上我们看到李克强也是特别重申 中央政府将会继续准确的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而且将会完善特区政府同宪法以及基本法相关的制度安排 也可以预料在这个香港国安法实施 以及完善选举制度的基础上 相关的法律制度还会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来确保香港的良政善治以及未来的民主发展 好那今天下午呢 林郑月娥还将会在北京 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述职 在晚间他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会 向传媒汇报总体述职的情况 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最新的信息 马上把现场交换给香港文俊 好谢谢小文在北京给我们带回最新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周三发表网志 欢迎以及支持中央政府发布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 李家超强调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 完全没有民主可言 自香港回归以来 中央根据基本法推进香港民主发展 白皮书全面回顾和总结香港民主发展的历程 揭示了英国等国的伪善 让全世界看清楚香港回归之后 民主发展制度是中央依照国家宪法和基本法建立的 并不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遗留下来 更不是外国建立或者向中央施压取来的 李家超谴责外国抹黑香港民主发展 强烈反对外国罔顾事实 抹黑和污蔑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立法会选举 李家超认为这些出自于自身政治利益的霸权行为 不会成功 更会让世界看见他们的霸凌面孔 而对于五眼联盟和七国集团外长罔顾事实 抹黑诋毁香港国安法和特区新选举制度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的无理行径 中联办表示严厉的谴责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 新选举制度下的首场香港立法会选举公平公正 依法有序进行 彻底告别了过去每逢选举必有动荡 对抗撕裂的恶性竞争 让选举走出犯政治化 为归选闲任能为民服务的初心 发言人指出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没有任何民主可言 中央政府在制定基本法的过程中 构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 规定了香港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 以及未来发展的路径和原则 赋予了香港居民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中心拥护 发言人又指出 多年以来 香港内外敌对势力 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干扰破坏 从未止息 特别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后 美西方势力无视自身种种击毙 打着民主和自由的幌子 用一贯的谎言堆砌 陈词烂调 大肆抹黑攻击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 企图干扰香港民主发展进程 在香港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依法有序进行的短短一个月内 丧心病狂的纠集各种势力进行干扰破坏 他们组织流窜海外的乱港分子 煽动杯葛选举 拼凑所谓民主峰会 编造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抛出香港自治报告 严重践踏港人民主权力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充分暴露出他们的险恶局心 美西方反华势力 才是破坏香港民主竞争的最大黑手 才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21号表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 香港回归之后 香港民众享有前所谓的民主权利和广泛自由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依法顺利举行 是香港特区全面落实新选举制度的一次成功实践 选民各项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欧方粗暴干涉中国地方行政区域的民主选举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建议欧方仔细研读 中方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派批书 发言人强调香港回归之后 香港民众得以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广泛自由 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如何设计 如何完善如何运行 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政 而敦促欧方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总统拜登暂无计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新议论的会晤 而21号普京分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 讨论了俄方提出的安全保障条约草案 当天他在莫斯科出席会议时批评北约 令区内的紧张局势加剧 并且表示希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 但也强调遇上不友好的情况时 将果断采取适足的军事技术措施应对 普京21号出席 俄国防部部委会扩大会议时表示 武装出托流血绝对不是俄方的选择 俄罗斯希望通过政治外交渠道解决问题 但要求有清晰可理解的明确法律保障 俄方的提案已发送到布鲁塞尔和华盛顿 期待他们做出明确并全面的回复 我们不能需要任何特别特别性的 和封阔和封阶 政府对于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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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俄罗斯 和封阳和封队的安全性 在预算上 除了解决准 可以发生了 获得预算 我们将会承认 正确保障 是否则 和封队的 与俄网斯 正确保障 必须 因此 普京强调 乌克兰犹如俄罗斯的家门 却不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 或让北约的军队和武器部署在当地 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绝不退让 普京又说 一旦让美国和北约的导弹系统部署在乌克兰 导弹只需短短几分钟就能攻击到莫斯科 出席同场会议的俄国防部部长邵伊古透露 约有120名训练乌克兰重兵的美国四人军事公司员工 目前正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 他们在民居和社区设施架设计点 又向当地运去装有不明化学品的容器准备进行挑衅 普京21号纷飞于法国总理马克龙 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 讨论俄方提出的俄美安全保障条约草案 俄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陪措施协议 以及乌克兰内部冲突问题 舒尔茨表示希望在诺曼底模式框架下解决乌克兰问题 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唐弗里德向媒体表示 美国愿意就俄罗斯的安全领域提议进行讨论 但其中一些建议不能接受 另有美国高级官员扬言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拜登政府将对俄实施出口管制 打击俄罗斯经济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指出 北约愿意与俄罗斯进行实质性对话 计划在新的一年里 尽快召开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敦促北约 就其加入北约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他又向诸外大使们表示 希望乌克兰在近几年内就能加入欧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稍休息回来 我们再来关注有关财经方面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隔夜美股在结束了三连跌 带动了亚太区股市 在今天是全线向好 日本韩国和台湾股市 午后都上升了大约0.2% 内地互生两市也震荡向好 互指中午是报在了3625点 上升不足一点 半日成交量为2726亿元人民币 深称指中午报14789点 上升100点 升幅达到0.68% 半日成交量4082亿元人民币 在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249点 重返了23000点的整数关口 随后一直是在高位整顾 而科技股有所回暖 恒生科技指数一度上升超过1% 恒指中午时报在了230047点 上升75点 升幅为0.33% 半日成交量为542亿元港币 中国国家发改委计划改革投资项目 审批环节 以切实防范高耗能和高排放 两高项目的盲目发展 发改委在周三的官网刊发了意见稿指出 对于涉及新增或以服务和登记等名义 变相增设投资审批环节的项目 要严格把关 同时对于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回收资金所投入的新项目 加强跟踪协调加快前期工作和展开工程的建设进度 而同时研究修订投资项目的评价规范 完善投资决策咨询评估机制 涉及到举债融资的项目 要做可行性研究论证 并且规划项目的资金平衡方案 而企业投资项目也要有序的实施 以告知承诺 加适中事后监管为核心的承诺制改革 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台湾自治的核潜艇爆出了弊案 而传出台湾军方花费200多万美元 向土耳其购买鱼雷诱标 原定今年4月就能拿到的输出许可 但至今仍然没有收到 而台湾军方首长邱国正在22号坦诚 确实出现状况 但强调已有备案 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启动自治潜艇计划 将陆续投入160亿美元建造8艘潜艇 去年底正式开工 台军今年3月对外宣称 制造潜艇的关键红区装备 以或海外输出许可 但近日传出台方向土耳其 以200多万美元采购鱼雷诱标 原定今年4月取得输出许可 但至今没有下文 据了解台方向土耳其方面要求解约退款 但土方拒绝 台方恐怕付了钱 什么都拿不到 国民党立委批评 这显然就是一宗弊案 国民党立委认为 此案一旦确定破局 台军可能要花两倍预算 才能再买到相关装备 2025年量产自制前建的愿景 也可能延宕 凤凰卫生蛋净途陈文堂 台北报道 台湾公投案重启核四电厂没有通过 也引发了产业界的强烈担心 继红海集团创办人郭泰铭发出了警语预言 明年台湾一定缺电之后 工商业界代表也相继表态 担忧缺电将会对台湾的经济造成伤害 呼吁民进党政府要拿出相应的对策 台湾四项公投案全数没有通过 其中核四电厂确定不会重启 蔡政府将继续执行非核家园政策 也就是在2025年达到废除核能 推动绿能的目标 但现在绿能占台湾电力比例只有约6% 工商界表达强烈担忧 短期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讨论太多 我想这个需要这个政府和民间一起合作 要一些朝鲜部署 主要是在绿能起来以前 我们怎样一起来度过这一段 都过渡时期 台湾半导体龙头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认为 在绿能达标之前 台湾会经历一段过渡期 供电将出现缺口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日前也指出 台湾供应工业和民生的电力势必不足 面临危机 既然通过了政府就要拿出一个办法 来解决明年国总讲的缺电的问题 能源政策必须要重新来检讨修正 现在用电的高峰还是大概在九成左右 所以其实台湾到现在的话 它本来供电就是蛮紧张的 尤其是像台积电这种半导体厂的话 它必须要24小时不间断的供电 如果一供电这个发生断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事故的话 它就马上会产生庞大的损失 所以这个如果是没有处理好的话 有可能让这些企业的话可能转往其他国家去发展 那对台湾的这个经济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 台湾接下来将靠燃煤和天然气发电 尤其天然气发电占比将提高至五成 专家分析 由于天然气成本高 台湾恐将面临电价暴涨 以及供电不稳定性 能源供应缺口将冲击经济发展 富翁卫视张绍兵网士凯台北报道 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 台湾每年的跨年重头戏 就属于台北101大楼的烟火秀 而台北101公布了跨年的烟火动画 总长360秒 以影像美好未来为主题 手创了高空爱心和动态展翅烟火 搭配音乐 灯光和动画 要点亮台北的夜空 而预估将会吸引过百万人观看 台北101大楼的烟火秀 向来是每年跨年活动的重头戏 总能吸引大批民众到场观看 台北101的设计团队推陈出新 释出的跨年烟火模拟动画 一开场就是360度超立体的轮状烟火 紧接着的亮点是一颗立体的高空爱心烟火 象征着爱与希望 亚洲登场的是全球首创 以高楼加设展演的动态展翅烟火 这次烟火总长360秒 将用16800烟火照亮台北夜空 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最精彩的一个烟火 它很多创新的烟火 包括一个展翅的烟火 有一个爱心的烟火 它是很立体的 希望那天天空作美了 假如天气好的话 这个美好的烟火 展翅的烟火 就会真的像希望的天使之意 在天空展翅 台北101赤字超过2500万 搭配灯光音乐和动画 打造的烟火秀 预料吸引百万人潮 而烟火以影像美好未来为主题 希望借此传达疗愈人心 鼓舞士气 期盼2022年能够远离疫情 引向希望的未来 凤凰卫视彭氏廷 杨卫商台北报道 在以色列扬言攻击一核设施之际 伊朗革命卫队从星期一开始 在波斯湾展开了为期五天的军演 在周二的演习期间 发射了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 在演习当中 革命卫队同时发射了五枚巡航导弹 并且测试了各攻击 两个目标的武装无人机 而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沙拉米表示 使用弹道导弹 对于革命卫队海军来说 是一个新的概念 在演习当中 他们以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精准击中目标 而伊朗宣称 其弹道导弹的射程 可以达到2000公里 能够到达死敌以色列 和美国所在区域内的基地 而伊朗当局则警告 将针对以色列的任何敌对举动 做出毁灭性回应 并且坚称其核计划是和平性质 感谢各位达成 今天的凤凰五件特快 我是万俊再会